他是国家一级演员,是演过无数经典的角色,他被称为皇帝专业户,几乎演变了中华上下五千年。 他是真正的老戏骨,每一部戏都深受观众好评,他就是唐国强。 唐国强在荧幕中的角色往往都是以正义凛然的形象出现,但是他在现实中却被大家认为是一个逼死妻子的复兴汉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说起唐国强演过的角色,那显直可以称之为演皇帝的专业户,什么唐太宗,努尔哈赤,雍正等等。 中华上下五千年,几乎被他演了个遍,而且还有那个著名的蓝翔广告,那更是众人皆知。 别看唐国强在饰演各个皇帝的时候是满面沧桑,殊不知他在年轻的时候,那长得是英俊潇洒,肤色白皙,如今的小鲜肉都得靠边站。 奶油小生这个词就是从他身上发明出来的。 1977年,唐国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认识了孙涛。 孙涛出生在一个高干家庭中,妥妥的一个白富美。 孙涛在见到唐国强后,瞬间就被他英俊的长相给迷住了,从此一发不可收拾,二人就这样相恋了。 但是这段感情遭到了孙涛父母的强烈反对,因为双方的家庭条件相当悬殊,可谓是特别的不般配。 但是孙涛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,打定主意非唐国强不嫁。 他的父母在无奈之下,最终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。 孙涛在结婚之后,就成为了唐国强背后的女人。 丈夫在外忙事业,他在家中操持家务,相夫教子。 唐国强也在孙涛的帮助下,成为了颇有名气的大明星。 和其他演员相比,他至少少奋斗了几十年。 在刚结婚的那几年,二人的感情可以说非常的甜蜜。 1983年,孙涛为唐国强生下了一个女儿,名叫唐力。 也就在这一年,唐国强因为在高山下的花环出色的演出,瞬间红遍了大江南北。 但在这个时候,唐国强与孙涛的感情却出现了裂痕。 随着唐国强演艺事业的大火,他变得非常的忙碌,而且片约不断,渐渐地就忽略了自己的家庭。 随后在拍摄电影《小花石》,就传出了唐国强和女主角陈冲的绯闻。 陈冲也曾在采访中公开承认自己非常欣赏唐国强,但是没过多久,陈冲就出国了,这段绯闻也因此没了下文。 但是在1990年的除夕之夜,孙涛却在家中上吊自杀,无人知道其中原因。 1990年2月26日,这一天正是中国人辞旧迎亲的除夕之夜。 精神紧张的孙涛在父母家的卫生间里有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35岁的生命。 当年他们的女儿只有7岁,事情发生之后,舆论铺天盖地,众说纷纭。 唐国强也是从未公开解释过前妻的死因,也因为这样导致流言四起,而且矛头直指唐国强。 这时还有人还原了孙涛自杀的前因后果,说的那是有鼻子有眼的。 1988年,唐国强在拍戏的时候,与小他12岁的壮丽传出了绯闻,而且还被孙涛撞破了。 一开始唐国强发誓不再和壮丽在一起了,但是唐国强却在第二年向孙涛提出了离婚,孙涛在遗迹之下病重卧床不起。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,唐国强竟然直接从家中搬了出来,从此开始了分居生活,这使得孙涛的精神处在了崩溃的边缘。 唐国强还为了达成离婚的目的,曾经连续三次上门逼迫孙涛在离婚协议上签字。 孙涛也因此再也无法忍受,选择在家中上吊,结束了自己的生命,扔下了年仅七岁的女儿和两封遗书。 这也就是唐国强前妻自杀的传说。 这样的说法一时震惊了整个娱乐圈,也让正当红的唐国强视野一落千丈。 在那段时间,他成了复兴汉的代表人物,人们也纷纷谴责他就是杀害妻子的罪魁祸首。 面对这样的舆论压力,唐国强一度精神崩溃,他甚至把女儿送到了老家交给父母抚养。 唐国强也曾亲自出面进行了澄清,称前妻之所以会选择上吊自杀,是由于他有精神方面的疾病。 但是孙涛遗书的内容曝光后,让唐国强更加的雪上加霜。 之前遗书中写道,唐国强为了满足他个人的一切追求,提出跟我离婚,使我精神上受到巨大痛苦,置我于死地。 孙涛的父亲在知道女儿自杀后,因为伤心加上愤怒,导致心脏病突发,再被送进医院没多久,便不幸去世。 但是真相究竟如何,我们不得而知。 但是对于唐国强以及女儿唐力来说,面对着出现这种悲剧,内心一定是非常痛苦的。 这时壮丽也常常到唐国强身边陪伴他,给他细心的照顾。 唐国强于心不忍,劝他离开自己身边,找一个好男人嫁了。 但是壮丽就认定了唐国强,即使他有一个女儿,壮丽也要与他在一起。 就这样在三年之后,唐国强终究是与壮丽结婚了。 这个消息再次将唐国强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。 但这次却给他的演艺视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,因为不久之后,他便出演了诸葛亮一角。 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一经播出,便创造了收视率的神话。 唐国强也因此走上了演艺视野的巅峰。 但当时来说,有很多观众都反对唐国强出演诸葛亮一角,甚至还有人显信到广电总局要求换掉唐国强。 但是导演顶住了压力,留住了唐国强。 那么为何《三国演义》的导演一定要让唐国强饰演诸葛亮呢? 因为在导演看来,不仅唐国强的形象相当的适合, 而且最重要的是,唐国强在此时正处于低谷期。 他急于通过一个角色来让自己翻身,因此他会比其他演员更加的努力和专心。 对于角色的揣摩会更加花费心思。 特别是在拍摄《孔明借东风》这场戏中,当时的气温已经达到零下。 已经38岁的唐国强穿着单薄的衣服,站在寒风领略的太湖旁,连续拍了两天,最终顺利完成拍摄。 他的这种敬业精神,也让整个剧组的工作人员感到十分的钦佩。 也正是因为唐国强对待这个角色的努力付出,才成就了这版最经典,最深入人心的诸葛亮形象。 而且唐国强凭借着一句,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,意外出圈,成为了鬼畜界的祖师爷。 就在唐国强凭借三国演义家喻户晓之后,壮丽为了唐国强的发展,更是直接退出了娱乐圈,甚至做起了他的经纪人。 二人结婚之后,壮丽为唐国强生下了两个儿子,并且唐国强还将女儿唐力接到身边生活。 最初的时候,年幼的唐力心中非常恨自己的父亲和继母,因为他觉得他们二人害死了自己的妈妈。 当郭强看到这种情况,只能无奈地对女儿说,你现在不要听别人说什么,等你长大之后,就会有自己的判断了。 他能理解家里面这些事情吗?能够理解父亲经历的这些心里面挺难的那个时候? 因为我跟他讲过,我说这些事情,你不管听谁说,等你大了之后, 你自己会有一个判断,你自己最后来决定你自己怎么做。 唐力就这样和自己的父亲还有继母共同生活了十几年, 唐力也开始慢慢地理解了自己的父亲,因为当时的父亲在事业跌入地步时, 是继母壮丽不离不弃地陪在父亲的身边,父亲放弃了自己的事业, 这和自己母亲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,唐力也因此不再责怪他们。 现如今唐力也过上了属于自己的生活, 他在高中毕业后直接去了美国留学, 并在留学归来后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工作, 简单而充实的生活,也让他不再理会之前的事实非非。 唐国强出轨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? 也只有当事人的心里最清楚了。 唐国强还曾在采访中这样说道, 对男人而言,经历就是财富,痛惜失去的,不如珍惜眼前人。 其实在娱乐圈中,有不少离异之后重组家庭的明星, 就比如汪峰与张子怡这一对。 汪峰其实跟前妻也有一个女儿,名叫小苹果。 在二人结婚后,张子怡不但没有冷落小苹果, 反而把自己心中所有的爱都给了她, 因为张子怡觉得小苹果从小就缺失了很多的母爱。 因此想要把这些爱弥补给她。 我的家庭当中, 我的大女儿, 不是我亲生的。 我的大女儿, 却是很多母亲的爱。 但是, 我特别幸福,因为 我有缘认识了她。 我有缘成为她的母亲。 我要把所有的爱, 也许会生过我亲生的女儿, 我都愿意给她。 即使后来生下了女儿行刑, 张子怡仍然是把小苹果视如己出, 当然也少不了郭其林。 在她很小的时候, 郭德纲就和她的母亲离了婚, 而继母正是王慧。 王慧对她简直比亲儿子还亲, 甚至于没有她的同意, 都不敢再生孩子。 我儿子现在, 现在说妈妈, 你给我生个小妹妹, 我不要小弟弟, 这样说我就心里就有准备了, 之前是真不敢, 不是说别的, 我觉得我怕伤孩子的心, 明年吧, 明年要, 然后年再生吧。 我这里生不伤孩子, 主要听我儿子的。 还记得有一次, 郭其林因为拍戏受伤, 王慧知道后心疼得不得了, 见到郭其林就说了她一通, 郭其林听完, 眼泪差点没流下来。 但唯独我妈说的这个, 让我就是, 这个鼻子一酸, 差点这个, 泪猪儿了, 叽叽喳喳落下来。 我妈就骂我, 我妈说干嘛呀, 你这跟谁呀这是, 咱家又不是说我跟你爸 天天在家躺着, 就指着你养活我们了。 真可以说这些孩子是幸运的, 即使和亲生母亲分开了, 但是他们从继母身上 得到了双倍的爱。 比起许多原生家庭的孩子来说, 简直是幸福的无可比拟, 所以说我们要珍惜当下, 好好对待我们的父母, 这样才能在我们的人生中 不留任何遗憾。